最近好像又有一個亞洲電影大獎入圍名單公佈 第十七屆 比較少人講一些話 因為其實在香港搞了很多年 好像搞了極都撻不起 他又丟了很多錢 我們節目也有講過 其實這是亞洲區的電影大獎 但不知為何聲勢比較弱 尤其是香港人不太關注 還有一點混亂 大家不太關注之餘 究竟這個獎是哪個機構搞的呢 有一間叫做亞洲電影大獎學院 有三個電影節 虎山、香港和東京國際電影節共同創辦 沒錯 2007年開始 是不是輪流在不同地方舉辦頒獎例 去年好像在香港 近年都在香港 近年都在香港 他現在是第十七屆 應該都得到很多 不知道 有些圍內說不夠錢搞 但我們感覺他好像資源都不差 但可能始終投入的東西 我們不是圍內人就不知道 我們是圍內就講名單 因為那個名單 都拉到幾闊 因為始終是亞洲電影大獎 很長 亞洲電影大獎 自然就不只是香港的電影入圍 一定是有亞洲區的電影 亞洲區當然是包括韓國、日本、印度 可能其他東南亞國家都有 例如說一個例子 因為他都有不同的獎項 最佳電影 他排出來的五部入圍 裡面 他都有不同國家 有南韓的 一二一二 即是十二月十二 首爾之春 跟著是日本的無邪之境 這套你又看了 香港好像正在上 無邪之境 無邪之境就是奔口龍街 近年很熱 很多香港的粉絲 還有斯里蘭卡 即是印度的Paradise 這套日本又是大熱 生活日常 在康城都拿了大獎 好像都代表日本去提名奧斯卡 看來這個 如果排出來 這個絕對是看高一線 德國導演 但是代表日本 是日本 Win Wenders 還有一部就是中國大陸的雪豹 你一看這個名單 就看到提名裡面 就是來自不同的國家 我們都是一些大獎裡面 正路的獎項 電影 導演 男主角 女主角 一路數下去 看來都是一般跟我們香港選金像獎 一樣都是我的獎項 不過看來他又有趣 有些個個幾項 納上去 他的提名入圍名單 有一段時間 不知道是巧合 還是什麼 就傾向每個地方 每個國家 有一部 日本有時候兩部 是不是 分豬肉 這就是開玩笑 我想 是不是專門這樣 不奇怪 也不奇怪 因為他亞洲電影 上每個地區 不是你玩了 不是你想怎樣 是 所以 看他每一個提名名單 都看到不同的地方的影片 我記得去年 臨近比賽的時候 3月份 我記得這個比賽 他就會放回那些 類似入圍的電影 有機會看到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是亞洲電影節的節目嗎 不同 不同 這個叫做亞洲電影大獎 你英文最好 你英文好 Asia Film Award Academy 沒錯 無毒有偶 那種 在那個節裏 很多的影片 都看到的 我們有機會看到 在亞洲電影節 不敢說 為什麼我這樣印象呢 我就看到有幾部 他的影片裡面 我接觸到的 有機會接觸到 都在那裡接觸到 那是很正常的 亞洲電影節 他擺明選一些 是亞洲的電影 每年現在越搞越大 亞洲電影節 差不多 跟香港國際電影節 都旗鼓相當 反而他有個好處 很集中 只是選亞洲電影 我記得去年 2023年 放映期都很長 很長 我記得 很長 好像比國際電影節 國際電影節 都是搞兩個星期 做成一個月 有好處 因為一間發行公司來搞 他喜歡自己的軟線 他喜歡搞多長 可以隨他控制 我覺得第一張名單裡面 我們很賤 當然是看看 香港入圍的演員 或者是導演 很賤 有幾個獎 都有入圍 大獎 影片就沒有了 導演就沒有了 但是男主角就有 男主角 金手指 梁朝偉 去年頒了獎給梁朝偉 記得嗎 記得 記得 他頒了特別獎給梁朝偉 我記得 應該是去年 都頒過成就獎 又頒過男主角 也很多 但是今年 他的對手很強 很強 很強 那套韓國片 我沒有看 韓國片 首爾之春 就是一二一二 首爾之春 我沒有看 那個演員 黃正文 我們都看過他很多戲 第二個名字 又很強 我們富都青年 武漢人 最HOT的人 哇 富都青年 拿了金馬獎 帶著這個背景 來挑戰 來挑戰這個 還有 一路數下去 有滿江紅的沈騰 還有一個最大重大了 這個名字 就是生活日常的 易所講師 這部戲 易所講師 已經獲得了康城大獎 康城也是獲得了南演員獎 來到這裏背著 背著 你看看 是康城影帝厲害 還是金馬影帝厲害 梁朝偉 香港影帝 在金手指的演出 可不可以跟這兩位 國際級 或者是台灣 亞洲區的影帝 記得易所講師 好像去年 亞洲電影大獎 都好像有參與的地位 前兩年 中生成就獎 易所講師 找了張家鎮 去年 應該 前一年 女主角 我們看看香港 作為香港人 當然是關心香港電影 女主角 反而沒有香港 女主角沒有 周冬宇 周冬宇 周冬宇是中國大陸 那一套叫 閻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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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導演 有講過 好像陳哲毅 都來了香港發展 很多事件 在香港都看到 是 是 那 有一個小瑤 也不止一套 不止一套大陸 反而大陸戲 剛剛 真是誠你貴然 有兩部 中國大陸的戲 有一部叫做 草木人間 蔣勤勤 也是 提名 最佳女主角 反而 台灣 有個影后級 小瑤 小瑤 小瑤的林品彤 厲害了 這個帶著金馬影后 來 背景 還以為是最年輕的金馬影后 不過可以說一下 小瑤這部戲 林品彤真的很搶眼 看了沒有 看了 看了 我和你一起看 還未正式公演 都快了 應該快了 正式公演的時候 可以說多一點 但現在可以略題 真的 女主角 真的很厲害 這個妹妹 十幾歲 十二歲 拍電影的時候 十二歲 我的演出 大家都說 好像不是在看電影 是在看真實的 一個 所謂活躍症的女生 做得很真實 那可能 都是回到那件事 那部戲 真的很文藝 相當文藝 所以 真的看演員 真的看演員 很集中去看電影 看演員做戲 所以 你會自然很純粹 純粹去看演出 所以 故事很簡單 很簡單 跟人發展 所以 很優秀的演出 所以 很值得看 所以 她提名 最佳女主角 我覺得 都很自然 看高一線 是吧 還有 近年 比較喜歡的題材 對一些 underprivileged 的人 比較關注的題材 雖然 還未至於 賣慘的程度 是吧 變成一些困境 身體有問題 那種題材 娛樂性 娛樂性 不是一般 主要娛樂性 就是那種 就要欣賞演技 還有那種情景 拍攝的情景 那樣東西 很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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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是台灣電影的 突出之處 我們始終香港戲 拍文藝 真的跟台灣比 真的不夠他們的勢力 是 即是他們無論想劇本 還有演員那個演出 都真的看到是很細 即是那些所有的做得 他們擺我心機 還有想 尤其是你 這個電影 小小這個電影 那個劇本 寫得都很細緻 即是他裏面 其實人物很少 即是母女 和男先生 三個人的關係 再後面 再加上父親 即是丈夫 父親 四個人 一個就形成一個 這樣的故事 所以這個電影 是真的 所謂我們 傳統說的就是 這些叫做 演員出發的電影 所以真的看人看電影 你有沒有感覺這些電影 都是 像電影節的電影 比較多 我講小小這部電影 我覺得普通主流戲院 如果上的片 都比較 可能未必適合一本大眾的口味 還有個欣賞程度 是比較 他們未必有很耐性的 台灣觀眾是 是可以比較容易接受一些 層次比較細微 拍法等等 香港都未必拍到這些 這麼細微的手法 這件事 這件事是 要少少大家要 那他都不會 他都不是大量 不是很多間戲院做的 我相信都是 一兩間art house 這樣做的 沒錯 那藍配角方面 真的有部香港片 入圍了 就是年少日記裡面的王子樂 這位同星 同國 對著的藍配角 來自不同的國家 有提名都很開心 沒錯 那也不是的 王子樂 在電影評論學會 都有入圍的 是嗎 有入圍 那也好 希望 對這些小演員有一個鼓勵 他覺得他越來越 是老練 作為演員來說 已經做了幾部 其實我也是李安那句 趁年輕人讀書好一點 他對著林品彤說得不錯 我覺得李安多語重心長 就是你去進修演技 有很多機會 但是你現在這個是成長期 其實應該是 開始進入自己個人的進修 唸書 唸書 可能是重要 就是 這個 借題發揮 我覺得 因為我真的看到林品彤拿獎之後 我覺得李安 真的好像一個很善良 很好的人 跟他說這件事 我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你十幾歲的一個小朋友 你現在發展做演員 其實有很多日子 但是你現在在這裡 進修自己 去求學 其實是重要的 過了一個階段 又是另外一件事 是啊 但是有時候很容易迷失 最慘 像你說的 這麼多提名 這麼多獎項 無論對他自己 或者對他的家人 可能都很容易想多了 一定 一定 所以 多人找他們 很自然 你電影是跟紅頂白的 一定是